哈喽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妹 欢迎来到美美的优先时光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用这种有机红豆做的红豆上 希望你能喜欢我们就开始吧 红豆洗干净了之后放多一倍的水 放入电高压锅 盖上盖子 煮40分钟 高压锅我压了两次一次40分钟一次20分钟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看 已经非常软烂了 现在我们把糖加进去 还有椰子油也加进去 然后用这个捣碎的工具拿来把它捣碎 我用的椰子油就是这种Costco买来的椰子油 它是固体的 这种固体的就把它外出来 然后用碗装着用微波炉加下热 它就变成液体的了就可以用了 把捣碎的红豆沙放到不粘锅里炒一炒 要小火炒 要小火炒 这样子就是可以粘成团了 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关火了 红豆具有健脾医生 趋湿 增强抵抗力 美容安神的功效 所以经常吃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又美容又减肥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吃 或者是放在馅里夹层里 做夹沙都挺好吃的 谢谢 吃不完的红豆沙可以把它装到饭盒里 然后盖上放到冷冻室里冻着 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 非常好吃